台北介紹各位各位相關黨委 由今天開始說 每天都會在台北火車頭 發酵勵去掛握 我們也不有機油的東西 可以做到放 健康車站附近的環境 不過機油的行李有的坐又大聲 如果剛到掛握 有人會來冠軍撒走離開 沒有到我們生活 很多機油 撒到台灣行李的撒車 慢慢耍燈 台北火車站自11月12日起 時時機油一人一台 公開行李地 希望機油將不平集中空 在不下去的東西 就要請機油自行刷渡 漸漸的健康車站四戶費的整體環境 不過黑色的地方的容量 對台北火車的機油來講 基本的不夠用 剛到聯合掛握的時段 都可以趕緊撒到行李離開 他現在北門除了這個牆壁的東西清走以外 連那個公車站牌那邊也都把它清掉 我現在就準備他等一下過了 我怕他被清掉 我要想看有沒有地方可以藏啊 不然問題是藏得了今天也藏不了以後啦 如果說每天都要這樣子的話 真的屁於奔命 就怕行李鋒彈掉 大志工現在不敢離開 他的行李一家步 在持用美館和優先社區一間 要怎麼轉折 對持戶來說 警察是可減 社會教在設置去 每天再去都會接行 立行性客車 對持截四個月的補聘 會依行李補聘 暫時驚訝的方向處理 不會亂不斷掉 除了行李袋裝不下了 可以放在台鐵的行李房 那我們還在考慮說 是不是有一點點的這個費用 在社會局能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下 然後有一點點的費用可以來補貼 然後這個成就一件好事 對所以所以絕對沒有所謂的什麼強制啊什麼沒有 台北市列車隊中會給予有600多人 社會局表示 保證台北車站四個月威嚇已經反省80% 另外20%要跟相關團體協調溝通 記者綜合報道